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的新闻聚焦于全球各地的重大事件 首先联合国人权监察团队报告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地利基础设施的空袭 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 这引发了对公共健康和基本服务影响的担忧 乌克兰方面谴责这些攻击为战争罪行 并预测冬季将面临严重的停电问题 接下来王将目光转向菲律宾 该国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有关南海争端的提案 这一举动可能会引发中国的经济制裁 尽管面临风险 菲律宾政府仍然推动两项关键的海洋安全法案 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主权声明 专家们对制裁提案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认为应优先考虑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的行动 最后我们来到斯里兰卡 当地茶园工人对总统候选人承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持怀疑态度 这些工人曾经是印度契约劳工的后裔 面临着历史性的歧视和贫困 尽管候选人们承诺提供土地和住房 但过去的经验让他们对未来感到不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lge Zero报道指出 联合国人权监测任务组认为 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的空袭 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 报告中提到 俄罗斯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针对乌克兰的电力和供热设施进行了多次攻击 导致乌克兰城市长时间停电 影响了水供应、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乌克兰政府认为这些攻击是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已对四名俄罗斯官员发出逮捕令 与此同时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拨款1.6亿欧元 以满足乌克兰冬季的人道主义需求 米纳密多·菲律宾正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 提出与中国的南海领土争端 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会引发北京的经济制裁 菲律宾在国会会议上确认 计划提交一项决议 重申其在西菲律宾海的领土主张 2016年 海牙仲裁法庭裁定支持菲律宾的主张 但中国对此表示拒绝 专家指出 如果菲律宾在大会上寻求投票 可能会获得胜利 但也担心其他国家可能会选择弃权 历史上菲律宾曾因寻求国际仲裁 而遭到中国的经济惩罚 专家建议菲律宾应考虑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交案件 以避免在联合国大会上失败 阿尔·贾兹拉报道 斯里兰卡的茶园工人 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状况 尽管总统候选人承诺将土地分配给他们 但许多人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 查原工人是由英国殖民者引入的应急劳工的后裔 长期以来在社会上边缘化 生活条件恶劣 尽管政府曾尝试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但经济危机和强大公司的抵制使得进展缓慢 卸任总统统承诺将献房及其土地赠日工人 而主要反对派后卷人则承诺将土地分配为小块 但孤人马诺哈瑞对这些承诺持怀疑态度 尤其是他的儿子因经济原因错觉的情况 让他感到无助 伊纳米都尼巴嫩的真主党在经历了一系列致命爆炸后陷入混乱 这些爆炸发生在真主党的据点 造成32人死亡 包括两名儿童超过3000人受伤 爆炸的原因被归咎于以色列 真主党誓言进行报复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与此同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 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拉拉 预计将在电视上发表讲话 许多人关注他将如何回应这次攻击 尼巴嫩外交部长称 这次袭击是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公然侵犯 可能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争 多伦多新报指出 加拿大在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所减少 约下降了1% 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排放增加了1% 这阻碍了其他部门的减排进程 尽管电力行业的排放量显著下降 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如今占据了全国总排放量的1% 加拿大气候研究所警告 如果不加快减排进程 加拿大将无法实现到2030年 减少40%至45%的目标 报告强调各省政府需要加速政策制定 特别是加强电气化和工业碳定价的措施 环球邮报进一步分析了加拿大的排放情况 指出石油杀行业是全国最高的排放人 尽管该行业在减排强度上有所改善 但绝对排放量却在增长 企业在减少环境足迹方面的投资仍然不足 尽管政府提供了多项激励措施 加拿大最大的油沙生产商 正致力于碳补及与储存细细细细下项目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进展缓慢 专家呼吁企业因优先考虑减少环境影响 以应对全球向低碳能源转型的紧迫需求 美联社报道 台湾政府近日对中国禁止进口其水果 蔬菜和海鲜等商品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这一举措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 此禁令将于下周生效 正值中台关系日益紧张之际 台湾的大陆事务委员会指出 这一禁令不仅损害了两岸农民的利益 也未能改善两岸关系 台湾的农业产业价值约为5000亿美元 而中国的这一举动似乎主要针对过去20年支持独立候选人的农村选民 台湾呼吁通过世贸组织寻求对话以解决双方的分歧 《卫报》报道 全球艺术家们在纽约市发起了一项名为未来属于我们的公共艺术展览 旨在借此机会影响联合国大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这一展览中 艺术家们的海报分布在纽约市的公交站和联合国总部 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化 女性平等 全球饥饿的问题 展览参与者来自多个国家 包括泰国 刚果 叙利亚等 力求呈现全球视角 《艺术2030》的创始指出 艺术在应对重大政治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价值观 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以改善全球未来 半岛电视台报道 联合国一个顾问机构呼吁对人工智能的全球质疑 认为其发展不能仅依赖市场的随意运作 该机构在报告中指出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正在全球范围内集中权力和财富 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 报告提出了七项建议 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数据框架 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以及设立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受益于这一技术 尽管该机构没有建议建立新的国际精管人工智能 但指出 如果风险加剧 可能需要更强有力的国际机构来进行监督和执行 疫情的机构 阿尔寺西亚报道 联合国大会以124票支持 14票反对和43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 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以色列在一年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并对不遵守的行为实施制裁 巴勒斯坦代表团称这一决定为历史性 并强调这传达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支持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对此表示欢迎 并呼吁各国施压以色列遵守决议 美国则批评该决议为单边 认为其未能认识到哈马斯在加沙的影响力 且忽视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独立报》指出 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成功摧毁了俄罗斯在特维尔地区的一个重要弹药库 造成了剧烈的爆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赞赏 称这一行动削弱了敌人 与此同时 乌克兰计划向美国总统拜登及其他候选人展示其胜利计划 以推动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 尽管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关于和平的突破仍不乐观 西安南报道 尼巴嫩遭遇真主党的双重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二十二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使用他身后 尼巴嫩民众感到恐慌和悲痛 质疑袭击的来源及其可能引发的更大冲突 以色列虽然未公开承认 但其官员暗示 可能记录新的战争时代 真主党誓言要进行报复 尼巴嫩政府则谴责以色列的袭击为犯罪行为 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以恢复边境和平 杰坨曼报道缅甸的数字危机愈发严重 尤其是在二零二一年军事政变后 军方加大了对信息的控制 社交媒体成为了打压自由沟通的目标 尽管telegram在这种环境下迅速崛起 成为许多人寻求安全交流的选择 但其低监管的特性使其成为网络犯罪的温床 尤其是非自愿色情和网络敲诈现象率严重 许多年轻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面临着社会的羞辱和法律的无能 深陷在一个无尽的剥削循环中 Diplomat还指出越南航空公司VA Jet在疫情后的复苏中表现突出 计划与空客达成采购20架的330宽体飞机的协议 显示出其扩展国际航线的意图 与国营的越南航空相比 VIJet在乘客总数和财务状况上均表现更佳 迅速恢复盈利 展现出私营企业在市场中的韧性与潜力 VIJet崛起不仅反映了越南航空市场的复苏 也凸显了在国家主导经济中 私营企业如何找到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Darlene报道 联合国呼吁建立一个全球人工智能基金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进步 该基金旨在提供模型 计算能力和培训项目 避免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中将疲困国家抛在后头 报告强调 缺乏全球治理框架的人工智能 可能会对人们产生不公正的影响 因此建议创建一个国际科学小组 定期评估人工智能的能力与风险 这一提议旨在确保技术的公平利用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作专业 组成的独立悉行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回费 康宏林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在世界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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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